大家好,我是你的宝藏武艺老师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视频课的第八讲 那首先呢,依然老规矩 我们先发一个倒课红包 红包领完之后 我们就正式开始今天的视频课内容了 那按照我们的顺序呢 这次的第八次的视频课 已然来到了 期中通关试卷讲解的第二套卷的下半词课程 是不是 上周我们讲了 期中通关测试卷第二套卷的上半部分 上一周呢,我们讲的是上 讲的是运动学部分 这一周我们开始讲这套卷当中的力学部分了 好吗 那同时再次提示各位 如果你还没有找我们的辅导师 打印我们的期中通关三套卷的话 朋友们啊,一定要去找辅导师 领取并且打印下来 我们不仅有卷子 而且还有详细的解析 拿到学校自己做 做完之后对照详解 如果有哪儿看不懂了 把这套题圈画下来 等你放假回家 就比如说今天啊 就定点来看我们的视频课 哪儿不会看哪儿就行了 你会的题就不用再听一遍了 好吧 不用沉迷于我的这个盛世美言 好,开对玩笑啊 那我们正式开始了 首先第一道题啊 我默认你已经自己做过了 并且对完答案了 我只是免费给大家发一个学分啊 好,来领十个学分 我们开信一下啊,开始 好,三秒钟收件 三,二,一 OK,来,收件 这道题很简单啊 正确答应该选的是四号地 首先A选项啊 我们说判断有没有谈力 我们用什么方法来着 叫做拆除法 对不对 你假设没有这个面 人家过得好好的 是不是 并不会改变我之前的 在这儿静止的状态 那说老师我不相信 难道他真的不会动吗 那你就是 对吧 我们上课讲的舔狗原则 那舔到最后怎么样 一无所有 你说我真的对你没有作用吗 我给你一个力行不行 给完之后人家 这仨力能平衡吗 是不是得往天上飞过去了 所以朋友们啊 人家告诉你一句 快滚 快滚是不是 所以这个力是真的没有啊 不管你用什么方法 用我们的拆除法 还是用所谓的假设法 其实都能够判断 并没有这个支持力 OK 好,来继续看第二个 仍然是老办法 老办法 我们已然有重力和绳的拉力 这两个人已经在这儿平衡了 还需要有它吗 你就把这面撤走呗 能不能在这儿静止 可以啊 你说我不相信 那我就给你个力 能够怎么样呢 人家跟你说快滚 是不是啊 你会影响我在这儿平衡 静止的状态 所以这个图画的也不对 第三个 看似你说老师 哎,这平衡了呀 朋友们 前面人家都告诉你了 运动状态 人家告诉你 我的运动状态是静止 是静止 对吧 那第三个题 我并没有告诉你 我是云加速上去啊 云减速上去啊 还是云速上去 我什么都没说 所以你是没有办法去判断 哦,老师 他也是平衡 人家合力也得是等于零 可没有这说的啊 你都不知道运动状态 你怎么知道人平衡呢 你怎么知道合力等于零呢 我为啥说这个 因为有很多同学 就觉得我的摩擦力的方向 哎,眼面向上 因为这看起来平衡了 三个力看起来能够平衡 不对 啊,不对 摩擦力咱们说了啊 摩擦力就是和你 叫做相对运动方向相反 相对运动方向相反 所以你和划 划这个斜面之间啊 是向上滑动的 那因此我一定会给你一个 向下的摩擦力 即使你觉得老师 这三个力我看起来 我太别扭了 它一定不能平衡啊 对,那又能怎么样呢 我又没说人家运动状态是平衡 对吧 当你学到了第三章 叫牛顿第二定律的时候 你就要接受这个世界上 有很多的不平衡 看似是毒气汤对吧 啊,那有很多的受力 也都是不平衡的,OK 因为这个世界上 不一定只有平衡状态 对应的运动状态是 静止或匀速 那不一定只有这俩状态呀 对吧 那如果是云加呢 如果是云减呢 如果甚至连云变都不是呢 它的力怎么能平衡呢 对吧 你要接受这个力不平衡啊 好,来看第四个选项 第四个选项说了 说我们两个物体 一起相右做匀速运动 好,又是一个告诉我 运动状态的 那我就知道它是平衡吧 对吧 平衡合力为零吧 看看合力为不为零 是不是 那你现在就纠结是 老师老师老师 它上面和下面这个物体 会不会有摩擦力呀 老师地面和这个物体 会不会有摩擦力呀 对吧 如果有的话 朋友们 如果这俩物体之间有摩擦力 不管这摩擦力向左还是向右 都没有任何一个人 能够跟它平衡 都没有任何一个人 能够跟它平衡 所以你就会打破 我原本这个物体 好好在这匀速状态 对吧 填狗填到最后一无所有 你压根就没有这么个力 OK 那老师呢 地面难道不会给物体一个摩擦力吗 人家又没告诉你光滑还是粗糙 我觉得应该有啊 那这个人家就是没有摩擦力 就是光滑的 老师你怎么知道的 来朋友们 把他们这一坨看成一个整体 你这地面不管是给左一个摩擦力 还是右一个摩擦力 都会打破人家要求的隐速状态 对吧 舔狗舔到最后一无所有 我就是不需要你这个力 是不是 所以我们进而判断出来 这个面是光滑的 没有摩擦力 好不好 那这道题我就讲这么多啊 给大家还拓展挺多的 尤其是为你们第三章牛顿第二定律 做了一定的铺垫 所以你好好了解一下 好吧 来看我们的第四题啊 仍然老规矩 先给大家发一个答题卡 十个学分啊 注意领一下 注意领一下 我默认你已经自己做过题了 对过答案了 所以我在这不会先宣布正确选项 这就要求大家 就是对吧 你一定答应下来 一定自己做 一定对答案 就是这样 还有小心思在里边啊 情报的小心思在里边 开始做答 十个学分啊 朋友们多诱惑呀 你考试的分数 能够真正提上来多诱惑呀 好好听情报的话 来三秒钟倒计是 三二一 好 收掉 这道题正确来应该选的是 二号B 对不对 它明显考察的是 虎刻定律的图像问题 虎刻定律的图像问题 那么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这个图像 人家的纵坐标是力 横坐标是目前的弹簧长度 所以人家的这个线呀 并没有从什么远点出发 对吧 那它和我横坐标 横坐横轴的交 交点这个位置 代表什么来着 代表你力为零 你却有这样一个长度 这个长度就是圆长吧 所以圆长显然是15厘米 而不是5 这个很好理解 是不是 我们上课讲过啊 来 求弹簧的进度系数 k等于什么 这就写绿呀 就是我的f比上x 那随便找一段 随便找一段 比如找这段 小纵边别 小横边啊 那你的力变化多少呢 变化的是40 你的长度变化多少呢 25减去20 别忘了单位啊 把我这个厘米给我画成米 厘米给我画成米 虎刻定律的图像 最容易考察的坑点 就是我们的单位问题 好吧 那最后你算出来 等于是400牛每米 好 二臂犬项完全正确 那我们再来看 c和4d犬项 有关于力学的事了 对吧 来看说 人家已知我的弹簧的 长度目前是10 那就找呗 对面图像是不是在这 力你能不能确定 朋友们 是不是40的一半啊 因为你10是5到15 的终点 对吧 好 那这个也应该是终点 20 那20牛 朋友们 这20牛 请问我 这20牛的弹簧 目前是什么状态呀 是压缩呢 还是拉伸呢 有时候拼命的记我那个笔记啊 你没有标死静背 为啥 因为原长是15 你目前是10 你肯定是压缩呀 对吧 这还用死静背吗 这还用左边压缩 右边拉伸 不用那么记啊 你就记 你目前这个10 比原长短 那肯定是压缩状态 生活常识 是不是 那弹簧情报说了 我命由我不由天 你把它是压缩了 它怎么样 它要往两边顶 我要恢复到原长 是不是 所以它会给强一个向左力 也会给右边的这个 所谓的物体 你是拉力 什么什么东西 一个向右的力 最后弹簧对墙壁的力 弹力水平向 应该是向左 这个是向左的 OK 所以先下错误 来看小儿弟 说墙壁对弹簧的力 与水平外力F 是一对相互作用 你朋友们 什么叫相互作用力 什么叫相互作用力 我一巴掌打到脸上 朋友们 手对脸的力 和脸反作用到手的力 这个叫一对相互作用力 你发现没有 这是几个物体 你对我和我对你 是不是得两个物体啊 是不是得两个物体 然后什么等大反向 贡献什么什么 是不是得两个物体 你看啊 墙壁对弹簧 和水平外力 这是不是隐含 叫对弹簧 你这对一个物体 你说啥呢 肯定不是相互作用力啊 是不是 直接排除 OK 好 这道题正确答选的是 二号B选项 OK 来看下一题啊 下一题是我们上个 讲过的原题啊 这道题可千万别做错 准备好了吗 十个学分来了啊 开始作答 OK OK 来 三 二 一 收招 这道题正确答案选啥宝贝 应该选的是 C选项啊 上课 讲过原题 啊 上课 上直播课 我们讲过原题 就这道题 如果你会的同学 你就会的不得了 是不是 你一定看到这个图 想的不是什么 哎呀老师 三角形依然出现 是不是三角形啊 三角形 你会手尾相连吗 这有手尾相连的人吗 没有 明显的是手手相连 那你就往平四那想一想 那哪有平四面行啊 那没有条件 咱们创造条件呗 你把这圆给我补齐了 朋友们 你补齐之后 各位 这个对角线啊 两个对角线 一相交 然后这一定是 整条对角线一半 对不对 那咱俩找对角线呢 因为你这俩人 是平行四边形的相邻两边 你的对角线 就是F1和F3的合力 是吧 等于几倍的F2呢 等于二倍的F2 那你是他们仨相加 你现在只把这个人干掉 这个人干掉 变成二倍F2 还剩一个F2呢 那就三倍F2呗 是不是 哎 非常简单 直接口算啊 用眼睛就能看出来 好吧 那这要题我就过了啊 很简单 很easy 是不是 好 来各位看下一题啊 第八题 来 筹好你自己打印那个卷子啊 你别打 你别那个答错 答错答题卡 因为我现在讲的都是力学的题啊 有同学就按照自己那个顺序 你们的那个七种考试卷 一定是力和运动学是穿插的 对吧 你筹好这题号啊 孩子们 来朋友们 倒计15秒钟收卷啊 前面的一个题都很简单啊 从这道题开始才微微的有点意思啊 有点玩头是不是 好来 三二一 手段 来看这道题啊 提我就不读了 我默认你自己已经做过了 已经研究过了 是不是 我给你们圈话几个关键的 首先桌面是光滑的啊 然后这个东西叫传感器 传感器连着绳 这个东西叫雾块 雾块放到小车车上 那我现在让这个车拴着绳 这边有个木桶啊 有个小桶 我往这里边倒沙子 然后往这里倒沙子 那并不是说我最开始 刚到一略沙子 小车就会动 并不会是这样 因为虽然桌面是光滑的 但是我小车和木块之间 是会有摩擦的 对不对 你想往右动 我拦住你 我不让你往右动 我会给你一个向左的摩擦力 这个是木块对小车的 对吧 那同时作用力 反作用力 小车也会给木块 一个大小相反 方向相等的力 那整个这个状态 就都分析清楚了 人家问的是不正确的事 那这个图像给的是啥呢 图像的这个纵坐标 这个力就是传感器 感受到的力 那你感受到的是啥力啊 你感受到的这个拉力 不就等于摩擦力吗 其实说白了 这个题在干嘛呢 在探讨摩擦力 整个装置处于静止状态 我这块是不是给开心的 放心的选等于号啊 好 来看吧 说能不能求出小车的重力 但凡这种能不能 能不能能不能能不能 能不能 可不可以判断 你就实际去求 你看你会不会求不就完事了吗 老实我不会 你不会还真不代表 这是求出来 是不是 来 小桶的重力怎么求 最开始你没往里倒沙子的时候 你就会给上一个拉力 那 小车 一定会受到一个向左的摩擦力 然后等于等于 对吧 所以这块 你最开始没倒沙子的时候 传感器感受到了两牛的力 这两牛力哪来的 小桶本身的重力呗 是不是 所以这道题A选项就是两牛 我是可以求的 来再看二号B选项 说滑块与小车之间的滑动摩擦力的大小 朋友们 就你来观察一下这个图像 我随着时间推广 一点一点往里倒沙子 传感器感受到力越来越大 为什么越来越大 你这边的力增加了 那同时这个摩擦力就增加 因为静止嘛 对吧 因为整个最开始的状态 当时是静止的状态 然后这边的力就也增加 你感受的力就也增加 所以说白了 你慢慢往那倒沙子 我的这个摩擦力就在增加 然后你来看一下 有这样的一个突然上去 然后又下来 这样一个突变 你想到了我们学会的什么力 摩擦力 达到最大镜摩擦之后 然后我滑动了 你所谓的那个滑动摩擦 要比抓紧摩擦力要稍稍怎么样 小一丢丢 就跟那个图像很像啊 我们上个讲过的啊 所以你就看了 那我这摩擦力从两牛 大大大大大大到 3.5牛的时候 什么最大镜摩擦力可求 对不对 可求啊 那我们达到3.5牛之后 朋友们发生了什么故事呢 你这传感器随着时间推移啊 你不管倒不到沙子 反正我都是三牛了 为啥 因为小说和物块相对滑动了 你的摩擦力不再是镜摩擦 不再是按需提供 而是永永远远的 F等米尤恩 我这F等米尤恩写右边啊 里面你以为是 最大镜摩擦力 OK 永永远远的F等米尤恩 小车和物块之间 米尤没有变 粗糙成功没有变 正压力没有变 所以滑动摩擦力 任你沙子怎么动 我都是三牛 OK 好 来那整个过程当中 能不能求是滑动摩擦力 能啊 这不就是三牛吗 是不是啊 哎 所以这要题只能选的是扫地 那为什么扫地是那个不正确 是错误的说法呢 他说了 说第五秒之后啊 在这就突变之后啊 你就知道小车在做匀速这种运动 朋友们你现在想这个过程啊 我最爱是小桶 中的是两牛 一点一点倒沙子 摩擦力一点点增加 增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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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于3.5啊 那你都大于滑动摩擦力了 是不是朋友们 那你这小车 这个摩擦力 达到滑动静摩擦力的时候 朋友们啊 他只能是谬文 他不变了 他不会再随着你 变大而变大了 我给不起了 是不是 这俩人之间 最爱是静摩擦的时候 还能按需提供 后来给不起了 对不对 那你不变了 这边力还偶偶大的 比3.5还大 你就需要3 那是不是怎么样 云加呀 对吧 哎 加速了 反正至少 它不是匀速吧 艾翠这道题 4.2D是错误的 OK 好来 我们这道题就讲到这儿 我们接下来往后 这道题 其实你能把它对应上 我们讲过那摩擦力的图像 就很简单了 是不是 好来往后看 这道题是一个动态平衡的题目 我们目前直播课 还没有讲到这个题型 你可以今天先来暂时了解一下 我们后期在直播课上 会给大家详细的去解释 好不好 今天我讲的比较快 你能通过这道题发现你自己哪不会 然后未来直播课的时候 你知道从哪定点回放 从哪重点看反复看 也是一件好事 是不是 好了啊 来321收掉 OK 来这道题 正确答案选的是4RD 为什么选4RD 来看一下题 首先A和2号B选项 我默认你读完题了 A和2号B选项是坚决不能选的 为啥 直接整体法结束游戏 你把A和B 不管你是缩短了 干嘛干嘛的 你都是整个状态都是静止 都是平衡的 对不对 所以你把A和B看成一个整体 你地面给A的支持力 就是我这俩人的重力是不变的 那支持力 地面给A的支持力不变 当然作用力反作用力 A对地面的压力就是怎么样 不变的孩子啊 是不变的 OK 永远都是等于你这俩人的重力 好吗 那至于摩擦力 你就别说变大变小了 压根他就没有 为啥没有 因为你把这俩人看成整体之后 你俩人受到一个向下的重力 地面给的支持力 不会有向左或向右的摩擦力 因为没人跟他平衡 能跟上吗 这是整体格力法第一问考的 来第二个 第二个考察点 就是我们的C和4D选项 它其实考察就是叫做 我们之后要讲的 动态平衡之相似三角平 因为今天呢 我们是一个习题课 而且我没有讲正式直播课 所以我不会跟你讲 这道题你怎么想到的相似三角形 到底怎么操作 一步一步带着你慢慢来 不会那样 我这道题会讲的比较快 OK 好 来看这道题 我先对B进行分析 它受到一个重力 受到一个 我从这个弹力怎么画 有缘一定过原心 咱们讲过 对不对 因为没有面 创造面 你创造完这个面 不也和这个半径垂直吗 对吧 所以我只要过原心就行了 你俩原心 来 然后呢 这个绳会给个向左的拉力 有很多的同学啊 他会把这道题误认为是啥呢 叫做横不变 老师 这道题 我觉得我这个绳的拉力 永远是水平的 人都说用水平吸线拉住了 那我是不是竖小平大呀 不对 为什么 因为你在把这个小绳变短的时候 你注意看啊 我把这个小球给大家画一下 你把这个绳变短的时候 你是不是从这啊 你是不是连到这个小球的中心呢 你这个线变短了 它必然不会水平 这事能搞清楚吗 朋友们 所以你对它分析的时候 你发现 受到了一个重力 然后仍然从原心到原心 连上一个支持力 然后绳子这块再给一个拉力 你发现什么 三个力的方向全变了 既不是我们讲过的横不转 也不是我们讲过的斜不转 那怎么办 俩都转的时候 我们上课会讲啊 俩都转的时候 我们用的就是相似三角形 我们用的就是相似三角形 OK 好 来 这个题误们啊 那用相似三角形怎么做呢 我来教大家啊 首先 你要找到题目当中 已经有的几何下游形 和力平移之后 按滑平之后的 使用下游形 它俩的相似关系 比如说 来 各位请看啊 你的这个绳 我把这个力 把它平移下来啊 我把这个N 平移到这个位置 就是N 然后呢 把这个 平一下来 这是T 这是T 好 那它跟谁相似呢 我画这个 这个圆心指向圆心 这个这个这个 你要千万不能擦 因为一会几个三角形就在这儿啊 然后呢 我把最开始的那个红色先擦掉 我们不拿特例去举例子啊 不拿水平那个特例去举例子 我们画一个非常正常的普通位置的 好 来 就这几个例啊 就这几个例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啊 它到底跟谁能够相似 你注意看啊 来 这一块 我把这个R先连上啊 然后呢 这个边 这个边叫多少 叫正常的大半圆的R 加上小球的小R 是不是啊 然后这个的长度 这个绿色长度 是不是就是绳的长度 绳长度 我假设会L 这个几何三小型 我找到了 你说老师 你凭什么找这个几何三小型啊 那到时候我们讲课的时候 就给大家详细讲 就因为你这个 你把它给平移一下 把力的按滑平 按住重力 然后呢 把这个力给它平移 平移到这儿啊 N 然后这个是我的T 这是N 这是T 能看明白朋友们 我把这个T 我把这个T拽过来了 让它和重力收尾相连 拽过来 然后把N平移过来 那现在我画的这个三小型 是不是就和原本出现的几个三小型是相似的 那只要你找到这个相似 朋友们 它就好办了 它就好办了 当然了 我是给你们用特例去举例子 如果你们要找最开始水平 那个更好找 好不好 如果你们找水平 那个是更方便 好找的 因为那是垂直的 好吧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整个你来对应一下 这个力 对应的边就是它来相加 那这个力对应的边就是L 对吧 重力数值向下的方向 一次对应 对应的就是R 所以朋友们你来看 不管你怎么折腾 你的重力是不变的 对吧 然后你的R是不变的 你的这两个人相加数学的长度是不变的 所以朋友们就导致这个人 这个支持力 A对B的支持力也一定是不变的 OK 所以B对A的压力也一定不变 C要错误 这套题 这就拿SD 那为什么拉力变小了呢 因为你把绳的长度变小了 要想要整个等式成立 它拉力也必须变小 所以这套题选4LB 那然后这个 你说老师 这个三小型 我自己评议不明白 下课一定自己评议一下 但是考试的时候 其实你可以不用为难自己 你把这一千几件图 我告诉你考试不为难自己 你怎么做 来 如果你已经判断出来 这套题用相似 你就不需要像情宝 刚才为了给你证明 说这套题呀 你可不能是横不转呢 是俩都转呢 去找那个平常的位置 你就可以拿这特殊位置 它就好做呀 来 这是重力 对吧 然后这个是连上过去的支持力 这个是绳的拉力 因为这个三角形太特别了 它有直角在 所以它就比较好看 来 这个是R 我换颜色 这个是R 这个呢 是R加R 这个边呢 是绳的长度 对吧 你把这个三角形 也能平移到这个位置 来 把T 拽过来 和重力收尾相连 把N平移过来 让它平行 来 这个三角形 和这个三角形相似 是不是比刚才那个更好看呀 因为它的直角 你看起来就顺眼 对吧 你对应一下 一定和这个对应关系是一样的 比如说来 N斜边 对应斜边 T的这个力 对应 横的这个力 然后竖直向下的这个重力 对应的R 也一定是跟这个 是一毛一样的 好不好 自己下个周 反复去练一练 相似三角形 然后也不用担心 未来我们直播课的时候 会讲这类的题型 比今天要讲的细 讲的慢 OK 来 各位看下一题 第十题 首先来给大家发一个答题卡 十个学分 领一领 准备好了吗 开始 三 二 一 OK 来 手绢 手绢 这条题 正确单应该选的是R号B 其实我们上课 包括暑假班也好 是讲过类似于这样的题的 首先拿到一个多个五体的时候 一定先用整体法 因为你不吃灰 整体法本身就比较好看 然后还能帮你排除 帮你定位 它不吃灰 所以把A和B看成一个整体之后 各位宝宝们 你能够发现的是 它两个人受到一个像样的重力 然后底下的地面会给它一个支持力 对吧 因为底下这个地面是光滑的 所以底下这个地面既不会给你向左的摩擦力 也不会给你向右的摩擦力 为什么咱们研究这个 因为水平地面不给你向左 不给你向右的力 就证明啥 就证明你数值这个墙 也不能给我向右的力 为啥 因为没有人跟它平衡 那墙既然不会给我N的话 朋友们 连爸爸都没有了 都没有N 都没有父亲 它这个墙和A之间能有摩擦力吗 一定没有摩擦力 对吧 一定没有摩擦力 一定没有儿子 这是我们上课讲过的 好 所以A和墙面之间既没有弹力 也没有摩擦力 它就受到了一个重力 B给它一个垂直于面上上的支持力 能平衡吗 不能 不能 那怎么办呀 A B之间会有一个摩擦力 沿着他们俩的接触面 是向上的摩擦力 好 那对B分析的朋友们 B也受到一个向下的重力 B给A的支持力 A同时也会向下压着BN匹 B给A一个摩擦力 A也会给B一个反作用力 F匹 等待反向 是不是 同时地面会给B一个支持力 N 所以B收到的是四个力 A收到的是三个力 这条题正确来12号币 这个题型很经典 它考察很多 比如说整体隔离法 比如说 要想判断摩擦力有没有 你就知道弹力 他爸有没有 对不对 以及各种各样的弹力的方向 摩擦力的方向 都有所考察 这条题很经典 你们一定要注意看一下 好吧 好 来各位往下看第12题 第12题的第一问 就是你们看到的解析答案 那个样子 你们按照所谓的比例尺 你所谓的一牛 你自己画一下 这个3.3 大约是多少 然后呢 你这边再画一个比例尺 2.8 然后你连完 连完之后 你去看一下 你的这个多长 对吧 大约 大约4.3左右 都可以 保留两个有效数字就行了 左边 左边起第一个不为零的数 开始算 算俩 就是保留两个有效数字 好 4.3左右都是正确的 这个我不多说了 来看2号选项 2号的这个答案 说你 真实的方向 AO的方向 就是皮筋的方向 一定是沿着啥的 你得知道 这俩人是咋来的 F是咋来的 FP是咋来的 平行四边形 画出来的 一定是理论值 因为你不是通过实验 做出来的这个线 你是通过自己 学过的一条理论 画出来的这个F 它一定是理论值 而真实情况 真实情况 你这边俩人 拿两个弹簧测理器 去拉 画出来的FA 画出来FB 第二次咱不就拿 一个弹簧测理器吗 拿一个弹簧测理器 让AO同时 让AO和第一次 依然到达一个这个位置 O这个节点 所以你真实的 第二次拿一个弹簧测理器 画出来的AO这个方向的 就是FP 所以这块贴的是FP 跟上了朋友们 FP还FP FP 这个后边就是双眼号 跟上了朋友们 那这道题的第三问 其实非常有意思 这道题的第三问 其实非常有意思 就是如果 你要是95分以上的同学 这道题你可以有 有这个时间和精力 有这个必要去听一听 如果你没有达到95分以上 这道题你可以不听 OK 你可以不听 因为他其实是考试的时候 你非常难以想到的 为啥这么说呢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我来公布一下 这道题正确答案是BC 你们也都看到了 你说老师看了这个参考答案之后 我一点都没懂 那就是正常的 因为这道题本身也不是说 大多数学生都能做上的 本身也不是大多数学生都能做上的 那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 来 首先为什么二号B是正确答案 就是如果他们俩 如果他们俩形成这个角度就还可以 不是很大的话 来我给你们画一下 因为你是改变了这边 弹簧字列的事数 不改变它的大小 所以呢 你再来回转的时候 就相当于你这边画语言 它的半径是不变的 我说现在已经听不懂了 是吧 如果不是95分以上 这道题没有必要为难自己 好吧 那好 那随着你这个画语言 然后你找这个半径 半径不是长度不变吗 那你会发现 另外一条 另外一条 你就画平行四边形吧 反正假设这个F中间 这合一大角是不变的 你画出这平行四边形 一定是怎么样的 朋友们 它一定是要 这边的夹角是要变怎么样 画的不是很标准 这图也不是很大 来给你看看 这块找个圆 让它的半径是一样的 然后呢 我继续得让它满足是 合力这么长 连起来 那为什么能够连起来呢 来我给大家画一下 你的这个角度 这边原本是背的角 对吧 角度 背的画平行四边形 这个平行 一定要 角度是减小的 对吧 你看这往回缩了 角度是不是减小了 同时长度是被减小了 OK啊 角度减小 然后 次数也变小 这是 α和β原来比较小的情况 那α和β原来比较小的情况 所以随着你的α在减小的时候 C连的这边这个弹簧 首先它的次数 会减小 同时β角也会减小 OK 好来接着往后看啊 没完呢 你说老师那你没有对应选项 没完呢 没完呢 第二种情况 如果本身 这俩夹角就超级大 首先这是合力啊 这合力我不辨 画平四边形 对角线就相当于固定了 是吧 这就原来你俩分力 然后呢 我说了 你的这个大小 这边这个力大小不变 相当于在画圆 对吧 它的夹角变小了 跟数值方向夹角变小了 变小之后 我仍然想让它构成平四边形 你会发现各位 原本的β这么大 现在β呢 这么大 这个就是那个边啊 对吧 这个β是不是变大了 β在变大的过程当中 是不是我的次数 这边的次数 C这边的次数 是变小的 能跟上吗 β的变大 C的次数变小了 除此之外 接转后啊 还有还没完 这个是相当于 他们俩的角度比较大 对不对 那他们俩的角度啊 他们俩这个角度 原本就比较大 还有另外一种情况 还有另外一种情况 来 所以这个考试的时候 我说了 如果你不是追求满分的 这套题 你可以不用回购 这绳的长度啊 这是合力的方向 好 这个角度比较大 要画大点吧 明显一点啊 好 然后 画圆 圆 我原本应该画虚线啊 好 来 最开始的时候 如果是 缩小到这么长的时候 你会发现 老师 我要想构成这个平行四边形 原本应该是多长 原本是在这啊 原本 画的不是很标准啊 原本应该这么长 然后之后呢 就到这个位置了 你就会发现 朋友们啊 它的这个角度 其实要变大一点 对吧 这是那个平行四边形啊 这是那个平行四边形啊 你自己下课之后呢 你规范的画 一画就画出来了 好不好 你规范的画啊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就相当于 你最开始的时候 你的北的角 这边的北的角 再变大 然后次数呢 再变小 那后来 为什么 我要减小北的角的 为什么它减小了 因为你再往后看 如果它再小一点 它变成这么长 它还想构成平行四边形的话 你们看到了没有 朋友们 看没有 这平行四边形的 对我现在应该不变啊 你的这个角 和数数方向的夹角 β 刚才是还变大呢 是不是 随着你这边 越来越减小 随着你这α 越来越减小 你这β 是不是又忽然之间 又减小了 对吧 忽然之间又减小了 但是大小呢 仍然是跟你之前相比 要 是数到减小的 对吧 朋友们 所以你来看一下 这个选项啊 你来看一下这个选项 你在减小它们的 事数的时候 你在减小它们的 事数的时候 朋友们 你是有可能 让β 角增大的 也有可能让β 先增大 再减小的 跟上没有朋友 如果没跟上的话 不要紧 这道题就是 95分以上 才能听懂的 OK 它其实应用的 就是平行四边形 你能不能把这个图 真正把它熟练应用起来 所以不是所有人都会做的 OK 来说点我们平时 自己能做对的题 这道题呢 详解答案非常的清晰 我就强调几个点就可以了 我强调几个点 你对这边进行受力分析 它受到一个重力 它受到一个拉力 这边省还有个拉力 你后期如果学的比较多了 你可以照题用三角形 三角形的法则 对吧 把它们平移 按滑平 变成一个够闭合的 实际上三角形 这可以 你也可以按照我们的 什么正交分解都行 然后来第二问 是比较关键的 第二问 你要想知道 这个不让乙的物体动 请问假的质量 得多大值 假的质量 这边一增加 肯定绳的力就增加 对不对 那绳的力 你增加 我必不会永远都 你需要多少摩擦力 对吧 我就给你多少摩擦力 我会达到最大值 所以我们说白了 就去拿这个临界的 最大的 最大的这个绳去做 就可以了 最大的这个绳去做 就可以了 好吗 然后最大这个摩擦力去算 那达到最大这个 净摩擦之后呢 你是可以求最大净摩擦的 因为muln都是知道的 对不对 好 那么你就可以对应 求出来tb 然后再根据tb 对应的这边的mg 就可以求出来了 好不好 好 这个是这条题啊 我们再来看一下下边这条题 下边这条题如果我们不会的话 是因为你看那个所谓答什么平行四边形 这个平行四边形是需要你一定的数学基础才能搞定平行四边形定则的啊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的受力分析啊 他受到一个重力 绳子呢给了一个拉力 然后还会有垂直于风筝的一个风啊 f风 好 这几个朋友们 你凭什么能想平行四边形呢 我先按照解析去给你讲啊 来凭什么想平行四边形呢 就是朋友你来看啊 这三个人啊 这三个人啊 这三个人我随便拿出两个人就t和m吧 随便拿出两个人啊 他们俩一定平行四边形法则之后 你的这个对角线要和剩下这个人要等大反向 当然我画这不标准 对吧 好 那所以他是怎么想到平行四边形呢 你注意看啊 来 这个是30度 这边是30度 证明这个是不是也是30度 对吧 OK吧 好 那么现在你发现哈 我这个是30度 所以这个角是60度 60度 然后呢朋友们 这块是不是垂直的 对吧 这是不是垂直的 所以朋友们 你来发现一下 整个的角度关系 就不仅情宝画这个叉叉角是60度 这边也是60度 因为左右 他是30度 他也是30度 对不对 好 还没完啊 还没完 因为整个这块是垂直的 刚才说了 对不对 那现在你会发现 这是60度 这边就是30度 比如说老师 你这段折腾干嘛 我其实就想证明 这个角和这个角都是30度 或者再换句话来说 再换句话来说 整个的这个边是60度 然后呢 你通过连上这样的一条线 来告诉我 这个角是多少度 这个角是不是也是60度 因为这是30度 这是垂直啊 这是平什么垂直 因为它和它是平行的 而这个东西是垂直于它的 所以换句话来说 如果你用角度推 你觉得太费劲了 甚至有同学说 老师我知道 就是平行四边形啊 如果两个队角 现在是垂直 它就是菱形 菱形这么啥 这菱形不是太大相等吗 所以这就是解析 所谓的T等于MG 你都没看懂 对不对 然后你再根据 这个是30度 30对角所对的边 等于斜边的一半 然后就能根据它求出来 整个的这个长边 是根号三倍的MG了 这是数学啊 找数学角度很稀奇 我怕有同学不会啊 那你不会你就有办法呀 什么办法 你就可以列正交分解呀 是不是正交分解 专制各种不符啊 对不对 正交分解 你列这个角是60度 对吧 这个角是30度 你就正交分解 不就完事了吗 所以这道题 正交分解 一定能够求出数学答案 我就说一嘴 有关于平行四边形 你可能不会的 好吧 这道题 你自己去对照 参考答案 主要难在受力分析 难在找结合关系 不会结合关系 没关系 就正交分解 好吧 好了各位 那我们今天课就上到这儿 稍微压了会儿糖 情报物理 考神附体 我们下一次视频课再见 拜拜各位